明天就是清明节 随着防疫限制全面解除 扫墓活动恢复到疫情前的规模 多家庙宇纷纷举办清明节祭祖仪式 参与人数比过去两年多 而用来祭祖的鲜花 这期间需求也增加 记者陈青林报道 中巴鲁市场这家花店 早在半个月前开始售卖清明节所需的花卉 业者表示 由于今年更多民众上坟祭拜 正阳菊 秋菊等鲜花的销量比甲花多 扫墓的人比较多 所以需求量会增加 比率的话是 真花跟甲花是60%跟40% 成本方面有增加 差不多10% 但是我们的价钱还是固定 一包差不多3块到5块 本地庙宇也举办各种祭祖活动 云仙宫观音庙是少数继续遵循 农历三月初三 古清明传统习俗的庙宇 庙房表示 到时将有三名和尚送经超度 报名参与的人数 至今已达疫情前的九成 一个半月前开放的 到现在目前为止都有整百个了 来报名 就算你的神主还不是安在这边 你也是可以过来这边 疫情期间就没有这么多人 50个左右60个 所以相差蛮多的 天福宫则会在清明节正日 举办集体祭拜仪式 庙房说虽然是工作日 但参与人数估计会比去年多出50% 从第一年几乎没有人来 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开始回流 今年最主要我们有法师的念经 跟这些家属可以到现场来拜拜 之前我们还要预约才能够进寺庙 我身旁一排排的桌子 可方便民众为新人上香和摆放供品 那么庙方就预计 明天将会有约100人到场 参与三小时的法会 这也是天福宫自疫情爆发后 最大规模的清明节活动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庆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